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电视镜头绝美。 现场和工作人员互动,比见光死一人好太多。 提起杨子,大家对他一定都很熟悉吧? 杨子从小就开始演戏,当时由杨子主演的《家有儿女》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目前杨子在《九十花》中的发展,算是最好的一位,长得漂亮演技又好。 近几年由他主演的影视剧,基本上是播出一部火一部,大家还是很相信杨子的演技的。 关注杨子的网友们应该都知道,杨子在不火的时候,因为容貌焦虑曾经做过微整, 当时的杨子因为被说长相不适合做演员后,就去微微调整了自己的五官。 不过不管是小时候的杨子还是现在的杨子,大家喜欢他的最根本原因都不是容貌, 而是杨子可爱的性格和好的演技。 近日杨子参加了电视的晚会,在电视镜头下杨子的颜值真的是非常能达, 和工作人员聊天时,感觉杨子本人好温柔。 对着镜头笔剪刀手,真的是少女感满分了。 很多网友都表示,对比起那些见光死的艺人,杨子真的是好看太多了, 青春温柔落落大方,让人想不喜欢都难啊。 你们觉得呢? 杨子新戏路透曝光,一身职业装知性甜美,身材纤细漂亮初见成效。 近日,网上曝光了一组杨子新戏女心理师的路透照。 照片中杨子身穿一身棕色西装,搭配一双白色系跟鞋, 整个人看上去简洁干练,又知性甜美。 看来28岁生日后的杨子也是越发有女人味了。 其中有一张是杨子意识到有镜头在拍后, 对着镜头笑了一下,也是微微一笑很清沉了。 另外不得不说的一点,是杨子好像真的瘦了, 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职业装将整个身材修饰的也是非常高挑纤细, 在白衬衫的衬托下,细长洁白的天鹅景也是十足抢眼了。 距离上一次杨子晒照还是她28岁生日的时候, 当时照片中的她脸明显就瘦了不少, 肩下巴也显了出来,尤其是与生日蛋糕一一对比, 脸也是整个小了一圈。 对于一个常年漂亮的女演员来说, 杨子这次的漂亮效果也算是初见成效了, 还望继续保持。 杨子此次拍摄的新戏《女心理师》是一部当代都市剧, 电视剧由毕书民所著的同名小说《女心理师》改编, 柯问力指导,郭峰,高小溪制片, 杨子,景百然领衔主演, 王家,坚韧姿,倪平,张若南,戴文文主演。 5月1日才正式开机拍摄。 据悉,杨子此次在剧中饰演的女主赫顿是一名专业性特别强的心理师, 因为一次身亡干预活动策划时事件, 女心理师赫顿从此事业就走上了坎坷的道路。 在一次意外中, 她认识了男主前开议景百然事, 并且之后两人还一起主持了一档情感类心理电台节目, 在与前开议的朝夕相处中, 两人暗生情愫。 表面上看上去是一部甜甜的恋爱戏, 但其实随着剧情的发展, 女心理师将会接连面临安师及明聪的八卦事件, 闺蜜汤小溪被小三事件, 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 梦游症再次发作, 关闭心理诊所, 等等, 总之剧情也是非常高能精彩。 杨子上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角色, 还是与李宪合作的甜宠剧《密之盾》由于电视剧结束后, 杨子也是成功将老同学李宪捧红, 如今再次搭档型南景百然, 不知道俩人在剧中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泥。 邓伦自己没意识到, 他对杨子的感情早不一样了, 导演, 他们太傻了。 青年演员们之间的交往, 如今可是变得越来越难。 各家媒体都喜欢炒CP, 把普通交流形容成是私下聚会, 以此来带动所谓的流量增长。 还有一种原因是, 他们一旦走得近了, 很容易就会让观众们心生猜忌, 从而将两人进行绑定。 日后想要快速出戏和其他演员搭档, 就变成了非常难的事情。 可是在圈内导演的认知当中, 其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他对姊妹的感情早就不一样了。 香蜜的副导演更是在后来的后继当中谈到, 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太傻了, 明明可以互相依靠, 把对方当成是前行路上的伙伴。 却非要因为观众们的互相攻击而放过这次机会, 其实是丢失了一个好友啊。 乃伦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在这部剧宣传期间, 每一次采访当中他都会无意识地提到小猴子的名字。 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大家所猜想的情侣那么暧昧, 因为他们甚至是连彼此父母都见过的人, 某种情况下他已经把姊妹当成了是亲人一般的朋友。 有什么事会和他交流, 有什么烦恼也会向他诉说, 似乎总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明确的解决方案。 这个女生已经变成了能让他欢欣起来的根源, 只要进剧组拍戏看到他, 就会感觉很开心。 其实就像导演所说的, 如果他们真的把对方当成了至交好友, 和像亲人一般的存在, 那么就不要太在意外界的风声。 只要做好他们, 自己维护好这段友情就行了呀。 年轻人要顾虑的东西有很多, 却往往忽略了友情, 实在是太傻了。 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友情真的足够牢固吗? 恭喜! 2022金英女神花洛赵露斯, 杨子第三次陪跑。 备受瞩目的中国金英电视艺术节又将到了, 中国金英电视艺术节从刚开始的一年一度变成, 每两年举办一次, 今年的金英节又快到了, 金英女神最终花落谁家备受瞩目, 不仅是观众关注, 整个娱乐圈也关注, 此次金英女神的头衔会从侧面印证女明星的番位, 谁都想要得到。 近期, 有知情人士在网上发表言论, 称主办方已经选定赵露斯担任金英女神, 并且已经在为赵露斯两身定做礼服了。 这个消息一出, 也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议论, 很多女星粉丝纷纷表示不满意。 不过赵露斯着实也算是近两年热度上升最快的女星了, 今年暑假更是有星汉灿烂的好口碑。 让小编有些失落的是我们的杨子, 每一届的金英杰女神候选人都爆出有杨子, 但是最终都没有落到小猴子的头上, 今年也不例外。 杨子也算是有演技有热度的女艺人了, 杨子凭借与邓伦合作的香米大火了一把, 接连也出了几部证明实力的电视剧和电影, 网友猜测杨子能成为金英女神也是有迹可循, 不过每年都有爆红的小花旦,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说不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